好接著這個章節我們要來講Value-based RL它的簡介 那其實Value-based RL其實我們就是在估計一個Q function 那這個Q其實它就是預測我們這個Value的一個Value function 那所以呢我們會用深度學習方式來預測 所以呢我們就是叫它Deep-Q-Network也就是DQN 那這是一個現在RL裡面非常常見非常有名的一個Value-based基本的Approach 那其實廣泛利用在各式各樣的RL的應用上面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就是自動駕駛車 那自動駕駛它其實就有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式來學 也就是你現在希望能夠決定我現在方向盤要怎麼轉 然後我目標是我不要撞到人嘛然後也不要撞到車子 然後能夠安全的在路上行進 那就是自動駕駛車它的目標 所以它其實每一個時間它有非常多action可以做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轉我的方向盤 那我最後得到reward就是我最後有沒有safe的就是在這個路上行進 那有沒有偏移車道啊等等都可以當成是你的reward 那這邊這張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自動駕駛車 就是它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牌子 那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螢幕 那這邊當然是假的啦 就不是說在裡面有玩賽車遊戲 不過你可以把它想成玩賽車遊戲其實也是用一個RL的方式來學要怎麼樣去移動這個車 所以就有點像是你在做自動駕駛車的時候我要怎麼用RL的方式去讓機器去學的好 好在RL的approach裡面剛剛不是提到了value based RL就是要估計一個value function也就是Q 也就是根據現在stay做這個action它可以得到多少的value 所以value越高的話代表你做這個action可能是越好的 所以我們在做最後在選擇要怎麼做動作的時候我們會根據我們估計出來這個function 給出了這個value來決定我們要怎麼去選對應的這個A 所以呢QSA其實就是maximum value可以從任何一個policy可以得到的這樣子的value 那policy based RL其實就是直接估計這個optimal policy pi 所以pi的意思就是說given一個state我要做哪一個動作 我直接把state input進去然後我就直接輸出對應的這個action 所以呢這個對應的這個policy其實就是它可以achieve最好的future reward這個policy也就是這個動作 所以value based跟policy based它根本上差異是value based它其實是估計state跟action之後對應的這個value 然後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我們是根據這個value來決定我們要怎麼去做動作 但policy不一樣的是我直接output就是我們這個動作 好那剛剛提到的model based RL就是比較不一樣它其實是去學這個環境是怎麼做動作的 所以我們在選擇我們要怎麼做action的時候我們會考慮之後環境會給我們什麼樣的observation或者是reward 也就是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先偷看或是我們猜想對手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利用我們這個model來做planning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look ahead看看我們之後的回應 然後再去選一個可以達到比較好的好的state的那個action 那在RL的field上面你可以看到我們之前有提到value based policy based或model based他們其實都不是各自無關的 他們其實是你可以是value based也可以是policy based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可以同時去評估每一個state做action它的value 然後你也可以藉由這個資訊去決定我看到這個observation我要去怎麼做policy 這個也可以用學的 所以你可以同時是value based也可以是policy based 那外面就是model free 所以你發現value based的方式其實就像是學一個critic 也就是說這個critic它告訴你說你在這個state上面做這個動作到底好不好 就是一個critic 所以這個value的output就是告訴你說這個state跟action得到的value是多少 那policy based的方法它其實是在學要怎麼去做動作 所以是在learn一個actor 所以一個是learn critic一個是learn actor 所以一個是learn我要怎麼樣評估你現在做的動作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我要怎麼去做動作 兩件事情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的目標都是要去做action 可是一個是利用我的critic給我的資訊來去決定我要怎麼做action 另外一個是我直接去學要怎麼做動作 那中間的這一塊其實就叫做actor critic 也就是我同時有學actor也同時有學critic OK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value based approach 也就是要怎麼去learn一個critic 那首先我們要先定義什麼叫做value function 那在最基本的一開始的定義 一個value function它其實就是我要怎麼去predict我之後的reward 也就是說什麼叫做value高 一個value高的意思代表我之後可以得到比較高的reward 所以我會選一個action它可以得到比較高的value 就是我可以得到比較高的reward 所以如果這個value function它可以等同於幫我預測出我未來的reward 那也就等同於它可以告訴我說我現在做這個action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好 好 所以呢 qvalue function其實就給你的這個資訊 就是我們希望它return這個資訊 其實就是你totalreward期望值 所以說為什麼會根據value function它的output 來決定我怎麼做動作 因為我們做的動作是不是就希望能夠maximize reward期望值 所以我們希望它給我的這個評估的這個value 是可以直接跟我最後要maximize的對象是一致的 好 所以呢 根據state以及我做的這個動作a under一個policy pi 我們會有一個discount factor 這個待會會解釋叫做gamma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scalar q值的定義它就會寫成這樣子 q是什麼 q就是value function given現在這個state 我做了這個action 我要怎麼去評估 這個state做這個action它的value呢 剛剛是不是說我們希望它給出的output 其實是等於我們totalreward期望值 所以它會等於什麼 它會等於後面這一串 後面這一串就是given現在這個state以及action 我下一個時間你可以拿到的reward rt加1 再下一個時間點拿到reward rt加2 一直累加到最後 所以就是之後 given現在的state跟action 我之後可以拿到的所有的reward加總 那為什麼會再乘上一個這個gamma 就是這個discount factor呢 因為我們此刻 第1個時間點 第1個時間點 第1個時間點拿到reward 就是馬上拿到reward 那我在下一個時間點拿到reward 它是不是離我現在這個時間點隔了兩步遠 所以呢它離越遠的話 就應該要對我現在這個動作的貢獻越少才對 所以這個discount你可以比如說把它想成是0.9 所以現在第一個時間它的貢獻是1 下一個時間它貢獻是0.9乘上它的reward 那在更下一個時間是0.9的平方乘上這個reward 所以它會有一個discount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discount factor設成1 那就是不discount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對於這個時間的影響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一個式子它其實可以decompose成一個叫做Belmont equation 也就是有點像是recursive的形式 長成下面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看當然也是很複雜 好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不同的地方就是 裡面是不是原本是RT加1加上RT加2 依此類推 那我們會把後面的這一塊寫成是這個 欸那是什麼呢? 我們會多定一個叫做S'跟A' S'跟A'就是S做了A這個action之後會進入的state 叫做S'然後我下一個時間點會做的action叫做A' OK? 所以說下一個時間點的S做了這個action它得到reward是不是就是RT加2 再加上γ乘上RT加3 因此類推 所以這裡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取代成QS'A' 然後因為它是下一個時間點發生的嘛 所以我前面會再乘上這個discount factor OK? 所以這裡其實跟上面這個式子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這邊有點像是一個recursive的形式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邊是ST跟AT 這邊是ST加1跟AT加1 OK? 所以optimal的value function 實際上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學一個value function 就是optimal的value function 那這個value function是符合什麼樣? 因為它是optimal的所以它會符合後面這個式子 後面這個式子就是我在做動作的這個policy 會是可以讓我得到最高value的這個policy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做動作這個action的這個policy 是不是就是我希望能夠達到最高的這個value 我才會去做這個動作嘛 所以這個pi其實是可以讓我這個Q值up最大的這個pi 所以這邊你這邊這個optimal的value function 其實就會等同於你在使用這個policy 最好這個policy做一連串動作之後得到的value OK? 有點抽象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估計這個 可是你知道這個估計出來的值 它會等同於你用了這個最好的這個策略 得到這個value 那你希望它我可以估計出這個值 那你知道這個值會等於這個嗎? 所以你不知道pi star是什麼? 好,那pi star它一樣很抽象嘛 它就是最好的這個policy 那這個最好的policy怎麼決定? 剛剛是不是說了它其實是我在每一個時間點 是不是會有s跟a對應的這個q 所以這個q估計出來的這個value 可以讓我這個value最大的那個a 就是我現在要選擇的這個動作嘛 因為它就等於是可以得到最高的value 所以呢這個動作其實的組合 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state上面的這個policy 對吧? 所以這兩個其實有點像是彼此相關聯 你最好的q的設定其實是given 你現在做了最好的policy來的 而且你這個最好的policy也是根據你這個 最好的這個value function 定義出來的這個output 來決定這個動作 所以在彼此之間是相關的 所以為什麼rl會有點小困難是 你一個壞了,另外一個可能就會壞掉 因為它其實是有點機身爛誕生機的概念 好,那你繼續看這optimal value 是不是其實就是maximize這個後面所有的decision 剛剛我們是不是看到第一個時間點得到的r 就是rt加e嘛 就是s然後做了這個a 那如果我們現在是optimal的value 是不是就是它下一個時間點得到的reward 那下一個時間點得到reward是什麼? 下一個時間點得到reward就是我使用我 我可以得到最好的reward的那一個action 做的這個動作得到的reward 那以此類推 那把剛剛那個一樣代換成我們的billmore equation 它其實就會變成是現在這個時間點的rt加e 再加上我們下一個時間點進入了st加e 然後我做這個at加e 這個a怎麼來? 這個a就是我可以得到最高的這個q的那個a 我做了這個動作 所以我得到的q的這個value的數值 就是這個reward的加總 其實就是q star ok 那一樣我們就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再把它寫成q star它的billmore equation 就是長成這樣子 那剛剛前面是沒有任何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只有現在這個q是optimal的value function 也就是我們現在想要估計的這個function 所以我們目標 首先我們是怎麼去估計的呢? 你可以先把它想成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 如果我們最簡單估計這個q的方式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剛剛在走迷宮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裡面的每一個state state可能就是一個位置 然後填上它對應的value 對吧? 所以它的value就代表這個state好不好 所以我們會往value比較高的那個state走過去 所以很簡單的做法就是變成一個lookup table 有一個位置x一個state 我們就決定一個對應的a 就是對應的value 所以我們是可以去找一個lookup table 然後把所有的state都填上它對應的value 可是如果是用直接用lookup table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有點局限的 因為我們的state 如果是剛剛走迷宮 我們的state其實就很固定 就只有這幾個位置 可是在很多情形下 比如說你玩遊戲 你的state可能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你可能很難把所有state全部列出來 然後填入填成一個table 你很多state其實是完全沒有看過的 所以說你要怎麼樣讓我沒有看過這個state 我還是能夠估計出對應的value呢? 我們這時候就要學一個function 可以在有看過的那些時間點 我可以估計出它對應這個function的值 那沒有看過的情況 我一樣可以預測出可能的value是多少 那剛剛說到起源的原因就是因為有太多可能的state 或者是action 我沒有辦法所有的state跟action都一一把它列出來 然後去把value算出來用lookup table去呈現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function的approximation來做到這件事 就像這樣子 譬如說如果我們的input是s跟a 那我們的output會希望是這個q值 所以對應不同的s 所以這個s就算是unsign的s或者是unsign的a 我們都還是因為這是一個連續function嘛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估計出它的一個對應的值 所以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學的 我們希望學一個value function 它可以givens跟a 然後估計出對應的這個q值 那當然另外一種就是givens 然後我要output去說不同的a 你會對應出多少的value 那這個a就是discreet的形式 ok 那qNetwork就是這一個function 我用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參數w 這個就是function的參數 來表達這一個function的長相 所以呢 這一個q就是我們希望能夠估計的這一個value function 我希望它能夠接近剛剛我們定義的這個qstar 那它就可以genalize沒有看過的那一些state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經過不斷的update我們這個w的參數 讓它可以趨近我們最終希望趨近的這個qstar 那這個learning的過程我們就會叫它qlearning 就是我們要學這個qfunction 就是要一直估計出最好的這個qvalue 那剛剛說了這個optimal的qvalue 會符合標準的equation嗎 就像這個式子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learning的target 也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output可以趨近這一個數值 那valueiteration它就是去解這個標準的一個演算法 那這個valueiteration的方式很簡單 你大概的大概思考一下 其實你就可以了解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你想想看這邊是st跟at 那這邊是不是st加1跟at加1 所以說它是一個recursive的感覺嘛 所以說如果你希望能夠填出所有的value 那我是不是從最終的這個s大T跟a大T得到這個reward 一直往回推 因為我是可以把最後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你走一個迷宮 我在出口的這個output 我知道我的value是多少 然後我一直往前填 我可以把從大T 從大T開始填完它的value 然後我可以填大T-1 再填大T-2 然後一直往前推 然後用有點像dp的方式 把所有的value都填起來 所以這就用我們Belman equation它的假設 把裡面所有的數值都填完 所以這這樣子的概念就叫做valueiteration 就是我經過多個iteration 然後把這個value的值 從最後那樣慢慢的往前填入 所以實際上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這個iteration我們就會寫在這邊叫做i 所以我們會先從第i個iteration 我們得到這個數值以後 去填入下一個iteration前面的這個數值 所以這個其實在時間軸 它其實是t 這邊是t加1 所以從t加1填到t 但是iteration是從i到i加1 就是從後面的時間填到前面的時間填進來 那剛剛說了這個critic 其實就是當成是我們的value function 去評估一個stake做這個action它的好壞 那這邊我們就先從簡單的這個value function 來討論跟解釋 所以idea就是我們要評估一個actor 他到底好不好 也就是我在這個stake上面 我做這個動作它到底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input是只有state 我們會叫這個value function叫做v 如果是有state跟action 我們才會叫它q 所以現在這個value function 叫做statevalue function 就是我要估計 given一個state 我要估計它的value是多少 也就是在這個state上面 我之後可以拿到的total reward的期望值是多少 就是看了這個state之後 那這個剛剛我們是不是說 它會等於我看了這個state之後 得到了這個total reward期望值 所以呢就是這個state st等於現在我given的這個state 然後我之後可以得到這個total return 也就是gt嘛 這一個的expectedvalue 所以我們現在估計的這個function 它的目的是input進一個state state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vector 放進這個function以後 我們希望能夠估計出一個scalar 這個scalar會等於這一個數值 所以說你看假如說這兩個不同的state 這個畫面跟這個畫面 哪一個state會是比較 哪一個對應的v會是比較高的 其實是上面這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這個state過後 你之後可以得到的所有的reward 也就是你看現在還有這麼多人還沒有 這麼多外星人還沒有被殺掉 所以你之後potential可以得到這個total return 就是看到這個時間點 之後可以得到的return 是不是會比這個時間點 之後會得到的return來的高 因為這時候已經有很多人都已經被 都已經被殺掉了 所以你期望你額外可以 之後可以再得到這個額外的分數 其實是比這個來的低的 所以這個state它的v 會比這個state它的v來的小 ok 所以這邊的這個v它的數值 output概念就是 看到這一個畫面之後可以得到的return 它的期望值這個會比這個來的高 ok 這是state value function的定義 所以一個critic再重申一次 就是它並沒有直接決定要怎麼做action 它只是給你一個資訊 讓你去決定你要怎麼做action 所以你的actor實際上最後做動作的時候 你其實也是從這個critic給你的資訊來決定的 可是你並沒有額外再去學要怎麼做動作 而是你完全看你現在v2給你的value 然後去決定你要怎麼做action 好 接著 現在我們就說 要怎麼估計這個v 這個v剛剛說了它的output 它要等於是看到這個state 之後可以拿到這個return的那個 reward的期望值嘛 但是這個值要怎麼估計 首先第一個估計的方法 它叫做Mont High Carol 那這個是非常popular 就非常有名的 在alphaGo裡面也有用 就是我們會叫它MC 首先它的做法就是 首先這個critic它目的是不是要估計 看到這個state 之後可以得到多少reward 好 所以我們就讓這個critic看 現在做動作這個actor 我們叫做拍 玩遊戲 好 接著它玩了非常多場之後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從 它玩了那麼多完整的episode complete episode 來學看到這個state之後 可以得到多少的reward 因為我玩了非常多場嘛 所以同樣一個state 之後得到的reward 有可能不一樣 然後我用這些得到的reward 平均當成是你現在要估計現在這個state 所以你之後得到這個return的期望值 你就直接從這個complete episode裡面 它的平均數值來當成你的target 所以你其實並沒有做boost trapping 意思就是說你的value 你這個v值的value 其實就是你真的去跑了 比如說100場遊戲 在這100場遊戲裡面 你看到某一個state之後 得到的reward 總共有 比如說你這個state總共出現了20次 那你這20次之後得到這些reward 平均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empirical的mean 我們把empirical的mean再return 然後取它的平均值 當成是這個v的value 來去估計我們的這個function 所以這個multicolor的意思 就有點像是 我其實就是暴力的做很多次 然後就從我現在做的這些動作 來去估算我可能的這個v 其實就是用平均值來估算 就稍微是有點像是暴力法的感覺 所以說做法是怎麼做 就是看到這個state之後 直到這個epsel完成 我會把它之後所有的reward accumulate起來當成是ga 所以我這個v input是這個state sa 然後我之後就要讓它output 趨近於我得到這個ga 這個是我可以用實驗 跑了非常多次實驗 算出empirical的mean 所以我希望這個function 它可以自動output 這個sa進來之後的output 會跟ga越接近越好 那另外一個state 因為我裡面有很多個state 所以我一樣同樣這個function given在另外一個state 我也希望它能output出 接近另外一個state 得到這個return的期望值 就是這個empirical的mean 在看過sb之後得到這個empirical的mean 所以我跑了非常非常多場complete episode 然後我可以有非常多這個input跟output 讓我當成我的function input跟output 來做optimization 那這個就叫做mc 但它其實也有一些缺點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在下圍期啊 或者是你在玩遊戲 你這個episode要完全玩完啊 就是你是要complete the episode 那你要玩完之後 你才會得到你最後的這個 這個最後的這個reward 就是你的return 才可以把它搭起來 然後你要玩了非常多場 然後你才可以算出這個empirical的mean 所以當你的episode很長的時候 你的learning其實就會比較沒有效率 對不對 因為你每一次等於是你都要玩玩遊戲 然後你玩了非常多場以後 你才可以計算出對應的這個平均值 然後再讓你當成你的target learning的target 然後去做optimization 所以呢 這個是萌牌caro的一個缺點 所以有另外一個 它稍微就是adjust剛剛說的那個缺點 叫做temporal difference 那它的做我們會簡稱它叫做td 那它的目的也是要估計這個v值 只是它不是用empirical的mean 當成是我們target來估計的 那它怎麼做的呢 一樣我先讓這個critic看這個拍這個actor去玩遊戲 好這時候它是從incomplete episode就可以去學 怎麼去估計了 那既然它是從incomplete episode來學 所以它其實是透過boostrapping 意思就是說我一開始可能估計的不是很好 但我之後因為我其實是根據估計出來的值來估計 那怎麼做的呢 概念上就是跟剛剛說的一樣 我其實是要更新一個我現在的估計值 就是我的guess就是我的function 那我們的target其實也是我現在估計出來的 那剛剛的那個target是我們真的算出來的那個empirical的mean 但現在我們的target變成是我們一樣是我們估計出來的數值 那這怎麼做呢 剛剛重申一次idea是我update我的value function 那我的目標update的目標不是impiricalmean 而是我estimate出來的return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說的我們可以從incomplete episode來做這個learning 所以我們就先列出一個episode裡面的部分 這裡就是一個incomplete episode 所以statet到statet加1中間會做action 然後得到rewardrt這樣子 所以這是兩個state中間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這兩個state 這一個state它的v跟下一個state它的v 這是我們估計出來的嘛 因為這是我們現在要學的這個function 我們希望這兩個估計出來的function之間的差值 會剛好等於這一個reward 欸?再回憶一次喔 剛剛我們是不是說我們估計這個state是怎麼估計的 是不是等於是我看了許多complete episode 然後把最後的empiricalmean算出來 然後直接把它去approximate我最後的empiricalmean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但現在不是我們現在是遊戲可能還沒玩完 然後我得到這個部分的episode 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估計值 我希望它的target就是我下一個state 它的估計值減掉rt 所以它有什麼可能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後面這個估計估計不好 你前面你就估計也是很爛嘛 所以這裡的確是有可能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好那圖示這一個function的inputst進來之後 我們希望它跟下一個時間點的st加1 之間的差別會等於rt 所以我們在估計的 我們做optimization的target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我們希望這兩個估計出來的值 他們之間的差異 就剛好是我們在incomplete episode裡面的 這個差值的rt 你看比較一下這兩個mc跟td mc是我在這個state之後我得到的return 真是它empirical的mean 然後我直接去approximate 但這個我沒有直接從完整的episode 算出真正的return 而是我希望我估計出來的這個值 跟我下一個時間點估計出來的值 他們之間的差剛好會符合我現在的這個玩遊戲過程中 他得到這個reward 所以這邊的variance可能會很大 因為這邊你的target可能會根據你這個episode非常的長 而得到每一次得到不同的return 因為你後面還有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所以你的variance其實會很大 那td它的好處是你這邊的variance是比較小的 因為你這邊中間的這個target其實只有一個時間點的reward而已 所以你可能會比較好learn 但是mountain horror好處它是unbiased 也就是你不會因為你估的不好而得到不同的結果 因為你的target其實是真實empirical的值 但是你現在的這個target是有一部分它是你估計出來的 所以你這可能會被你估計的這個function不好而biased掉 所以你這個估的不好你這邊可能就會估的爛對吧 那mc其實它是並沒有任何mark of property的假設 因為我全部都直接讓你去玩嘛 然後我最後得出來這個return它的命 就當成是我的target來做optimize 那在td上面其實它是有假設我的stay是符合mark of property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要符合mark of property 我在看st加1的時候我才能夠只看st 就決定它之間前面的history 我不管前面的history怎麼來 我根據現在這個時間點估計出來它的value 就應該要只根據st我就可以決定了 所以我可以不用考慮前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符合mark of property 等於是我直接看這整個大tree中間的其中一段 我不管它是從哪一個pad下來的 所以illustrate在tree上面你就會發現 mc其實是根據你走完整條episode 就是整個tree都結束了 整個episode都結束之後你得到這個return 然後你才可以去做update 但是td是我只拿到部分的這個experience 然後我就去做update 也就是我希望這個時間點的value 跟這個時間點的value的assimation出來的值的差 會等於這個r7加1 那在更新的過程 更新的過程就是 這邊是原本的v 就是原本的value function 你下一個時間點再up 你再做optimize 你下一個時間點更新出來vprong 會是原本這邊的v加上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你希望這個v估計出來的值 趨近於你的return 所以這是你的empirical的mean 然後這邊的差值是不是就會當成是 你optimize的value 然後你可以設一個alpha 就是你從原本的這個v調整成 跟這個越來越接近 所以你這alpha可以設定 你要多aggressive去optimize這個對象 那右邊也是一樣 右邊是v到vprong 你額外移動的資訊其實就是這邊的這一個 因為這邊就是你估計出來下一個state 減掉你的這個現在t這個state 之間的這個差值 是不是要等於rt加1 所以你希望這邊的這個差值 會影響你現在這個value function的estimation 然後去更接近剛剛說的這個objective 然後下一個時間點的vprong 就會用這樣的方式被更新 OK 所以這邊的critic 剛剛說了它就是value function嘛 所以剛剛說的是stillstay的value function 那如果是stateaction的value function 就只是把它寫成 把v改成q而已 所以你的input就是有state也有action 所以唯一的不同就是這裡 我這邊加了一個action 然後一樣我的output就是expected return 那這邊的input就只有我的q 裡面包含了s跟a 然後我要去output對應的scalar 那如果說你現在的action是discrete 比如說你在玩遊戲的過程 你看到這個state 然後你只有左右開火這三個動作 所以我們一樣我們就用這樣子方式來formulate這個q 就是我們進入input的值是s 然後我們output會有s在三個不同的情境下 就是你的action 你的discrete的action 三個情境下得到這個q值 ok所以這就是output其實就是一個三圍的vector 然後每一圍就對應一個action它的q值 ok所以剛剛那個v是我只針對state 然後去估計它的value 它的它之後的return 但是q的話是一個state在一個action底下 我得到的value 所以我會根據現在的state做什麼動作來選我們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比較高value的這一個action 對所以右邊這個就是for discrete action的formulation 那如果是continuous 那你這個a就等於是一個vector位進去 然後之後就直接output一個scalar而已 所以q learning的過程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會看pi去跟這個環境做interaction 然後在這interaction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用mc或td 就看你的選擇 然後去更新你的這個q值 對吧 因為q值我們是不是就會希望它能夠 估計出對應的這個s跟a得到這個value 接著我們這個q值更新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更新我們的actor 就是一開始這個actor 可能是一個很爛的玩遊戲的人 就隨便亂玩 然後當我們有第一輪估計出來這個q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原本這個比較爛的這個pi 更新成pi prompt 那這個pi prompt suppose它是比pi來的更好一點 然後我們再去看pi prompt 來跟環境互動過程 然後再去學新的q 然後一直iterative的做 所以呢這件事情就是q learning 所以given這一個qsa 我們就是每一次會更新這個pi prompt 這個pi prompt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玩遊戲的人 然後去玩再玩新的很多的遊戲 就是我們得到新的experience的以後 我們再去learn新的q 所以呢什麼叫做batter batter的意思就是我用這個qprong 做出來的value 會比原本這個 這個pi prompt 更新出來的pi prompt 得到的value 會比原本的pi 得到value來的高 對吧 因為就是我suppose 我這個actor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可以得到比較高的value 那叫比較好嗎 好 那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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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的 這邊做法很簡單 這邊的做法 因為我們現在是value base的方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真的有在learn的 是只有這個value function 那我怎麼去做action 這完全是透過我學出來這個value function 來決定 也就是我這個q值 估計出來的q值 做a這個動作 可以得到最高的q值 這個a 我就要拿出來做動作 所以我們這個pi 完全是根據我們的q來 它並沒有額外的參數 ok 所以在value function的value base的rl裡面 如果它純粹只有value base的rl 那就代表我們只有learn 怎麼去估計這個q 那我們並沒有額外用參數去learn 我們要怎麼做action 那這個action它的來源就是根據 我們認出來的這個v這個q值 來告訴你說做哪一個action是最好的 ok 那就是q learning的過程 那這樣子的過程其實它並不適合continuous的action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q learning它的過程非常簡單 如果我們寫成式子ultimize我這個q value 所以因為剛剛說的q value它會符合這個billmore equation 所以這是我們的learning的target 所以實際上我們learning的過程中就是 就是利用td這邊的q值跟下一個時間點的q值 它們之間的x是不是要等於rt 這就是deepq network它做的事情 我們要learn的就是這一個q function 然後我們希望它能夠符合我們現在現在這樣子的假設 那因為我們剛剛說的我們learn的這個function這個q 是要能夠接近我們的q star 那我們的target剛剛是不是說就是中間的這個 減這一個要盡可能的相似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mean squared arrow 也就是這邊這個數值就是這個 減掉我們前面的這個 他們之間的mean squared arrow 就是相減之後的平方和要盡可能的小 當成是我們的loss 然後去optimize我們的function 我們的q function 那這就是deepq network它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一下它的equation的話 其實就只是在這邊做偏微分 就是我希望能夠藉由調整w 然後能夠讓我們的估計的這個q值 具有剛剛說的這個性子 就是他們兩個越接近越好 可是呢在一般的q learning裡面 其實用neural network其實會有一些小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叫做 sample裡面其實是會有correlation的 所以呢你其實常常會造成 你在learning Q function的過程中 其實很不穩定 那再來你的target是non-stationary的 那之後我們就會講這兩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並且有一些現有的improvement的方式去解決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前面講到了其實DQN有一些不穩定的一些issue 那為什麼呢 首先這naive的q learning它可能會就是變動很大 而且呢可能不一定容易去收斂 如果我們用neural network來學的話 那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首先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它其實是sequential的 你直接想想看我們的資料是什麼 我們剛剛我們的DQN 我們是不是一整個epsel 我們的incompleteepsel裡面 我們是不是拿state st跟st加1 然後它們之間的插估計出來的q值 然後相怎樣等於rt嘛 然後下一個data是不是就是st加1跟st加2 它這兩個q值之間 然後估計出來的值要相減之下 要等於rt加2 然後就rt加1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每一個時間點的data 你的sample就是你的function的input跟output 它其實是sequential的 就是你等於是前一個時間點做的這個動作 不會影響後面得到這個data 所以說在我們原本對於machine learning上面的假設是 我們的sample其實應該要是independent identical的distributed 所以你現在如果你現在進來的data 每一個時間點進來的data 它是sequential進來 就是st跟st加1的差異 跟st加1跟st加1的差異 你這個data其實是dependent 是你不符合你原本在neural network裡面去學這個function mapping的這樣子的假設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它如果你的data沒有符合它的假設 你這樣學起來的result可能就不一定是能夠generalize到不同的情境 而且你也可能非常的難converge 那另外一個不穩定的原因是 你這個policy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policy是不是就是action 就是actor要做的這個action 那你現在是value-based的approach 所以我們其實是只在估計這個qValue而已 所以我們qValue它給你這個actor 告訴你說我應該怎麼去做這個action會比較好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這個qValue比如說一個是 一個是3一個是5好了 那如果5這個突然做了一個小小改變變成是2.8 那這個時候你的policy是不是就會跟著改變 所以你的qValue有可能有的時候只是改變一個小小的值 但就會導致你的policy改變得非常的劇烈 所以policy的變動其實是會有點不穩定的 如果你的value只是小小的改變就會造成policy的改變很大 所以你的policy其實就會一直震盪 那震盪的policy可能就會造成你的learning非常的難學 再來 因為這樣子的震盪是不是就有可能讓你的data的distribution 就是從極端值在那邊改變 所以這樣也會造成你的policy上面不穩定的結果 那最後你qValue 因為q output出來的值它其實是一個reward 那我們其實並沒有定義說這個reward它的範圍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它有可能現在是3跟10 那你有可能是100跟1000 那這樣子的reward scale你很難控制它在一個特定的range上面 那你就會造成你的q function的學習上面其實也很困難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這個reward scale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說當你不知道你這個scale的時候你在做optimize 你是不是要用gradient descent 那你這一個gradient它就會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當你做propagation的時候 所以說有一些solution 他們address剛剛說到這幾個問題 譬如說 剛剛說到這種不好的 這種unstable的issue 有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簡單的策略來address 那當然有啊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叫做experience replay 剛記得第一個issue是什麼 第一個issue就是我們的data 假設其實在learning的過程中 你每個sample其實是一定要獨立的 可是現在我們的sample竟然是有相關的sequential 所以我們要break這個相關性 那我們就要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它叫做experience replay 很簡單 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它就是我現在把 待會我們會講詳細 那概念上來講就是我現在把每一個st跟st加1 st加1跟st加2 全部都存在一個pool裡面 一開始跑完之後就把它存在pool裡面 然後我真的要做up… 我要做update的時候 我從這個pool裡面random sample一個出來 所以因為你random sample 所以你有可能一下sample到st跟st加1的 但下一個時間點sample到的可能是s1跟s2 所以它可能就差很遠 所以這樣子他們的dependency其實就可以 因為你這樣簡單的方法就被break掉 所以就比較符合我們原本learning的假設 所以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從之前過去的那些policy裡面 去學我們現在要怎麼選我們現在拿到的這個experience來 它會叫experience replay就是我要把之前學起來 我們之前經過的這些經歷全部存在一個pool裡面 然後我random sample一個之前看過的experience 然後我來用它來進行update 那剛剛說到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學的對象 是不是有可能因為value-based function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那我們的policy就會改變非常大 所以在learning的時候其實會非常困難 就是你仔細想想想td他的learning 是不是我learning的對象就是我估計出來的值 所以當我估計出來的值有一點點變動的時候 我現在這時候的估計值也會變動非常大 所以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所以另外一個solution它提出來叫做target queue network 它就是我們希望能夠freeze這個target queue network 也就是我們learning的這個對象 首先我們希望我們的對象是固定的 然後我避免我在學習的過程中它在震盪 所以造成我很難學 我先讓它freeze住 避免它震盪 所以我知道我要往哪一個方向去移動 那下一個時間點我再把這個target裡面的這個queue network 更新成我剛剛update後的結果 所以待會我們就會看到這時候我們原本的queue function 原本是有我現在在learning的這個queue function 然後還有下一個時間點就是st加e之後 queue function出出來的結果就是我的target 那我現在希望這兩個利用兩個不同的function 然後他們之間有一點彼此的相關性 然後讓我不要learning的時候 你的對你的target還在移動 這樣子會更難去知道我要learning的那個方向 那第三個方式 第三個問題非常容易adjust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不知道我的reward 跟我的那個queue value skill 那我其實就只要clip 或者是normalize在特定的一個range裡面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就會比較好學 所以這樣子我的gradient就會比較robust 然後我也比較好控制在特定的range 好我們來看看剛剛第一個solution就是experience replay 那它意思就是重播你之前的那些experience 所以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不是要破 要移除這個correlation 就是你sample其實它有dependency的這個關係 好所以這其實概念上就是我們先build一個dataset 這個dataset其實就是包含了所謂agent experience 也就是說這樣子我們先把transition 就是這個st到st加1中間的這些資訊 存到你的experience replay的這個pool 我們叫它一個打滴 就是replay memory裡面 好那前面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前面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希望每一次在學這個action的時候 不要每一次都是做同樣的動作嘛 因為我們不要每一個state 看到這個state 我就馬上我就一定是做 如果我十個動作可以選 可我可能一開始就做第一個 然後第一個可能還不錯 然後我之後可能就會學到我一直要做第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會有一些小的機率去嘗試看看別的動作 會不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做action的時候 我們會讓這個action會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做其他的動作 也就是說現在估計出來的action 可以得到最高value的那一個是我們可能after要做的 那我們也讓它有比如說0.05的 就是5%的機率會去從其他 它就是不是得到最高value的這些action裡面 任意挑一個 那這件事情叫做exploration 就是讓它去探索其他沒有看過的pass 所以有點像是你在找這個樹狀圖的時候 你可能走了幾條 欸還不錯 那你怕你其實一直都在這裡面已經學得很不錯的裡面走 那你有很多可能沒有看過那些pass 你其實從沒有機會去看到 說不定它其實可以得到更高的分數 所以我們會給這些actor一些小機率 讓他可以去考慮那些沒有看過的動作 沒有做過的動作 好接著我們就把這些experience 存到我們的replay buffer裡面 好接著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我們是從這個d裡面 random sample這樣子的transition 就是s.s.prong的這一個sample 來拿出來做我們的update 那圖示的話就是這邊有一些 這裡有一個pool就是buffer嘛 我們就把所有的資訊存進去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action啊 然後s1到s2 然後我們會把這很多experience存進去 然後當我們在使用要拿來做訓練的時候 要來訓練我們的queue function 那我們就從裡面random sample 一些mini batch 然後當成是我們要optimize的這些sample 然後去當成我們的target去做學習 所以這樣子因為我們每一個時間點 都是從這裡面random sample出來 所以我們的每一個時間點的這個sample 他們就不會有這個時間上的dependency 所以也會比較符合我們這個data 它是independent 而且都是從同樣一個distribution去拿出來的 好所以我們simple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由這個跟剛剛一樣 我們的min2error的loss 然後去做我們的update 我們這個w的參數 那剛剛有說到這個exploration 那exploration這邊詳細解釋一下 什麼是exploration 首先因為我們現在的policy 也就是我們的actor 它其實是based on我們估計出來 這個queue function的數值 也就是說我們在選action的時候 我們是拿qvalue可以最高的那一個action來做動作 好所以說given一個state 我假如說我現在有三個不同的動作可以做 那這三個動作我怎麼選呢 這選的方式其實是基於我現在估計出來的q值來選的 所以呢在這樣子的情形下 我是不是就永遠會選擇第二個action來做 因為現在這個action第二個action它的value最大 所以當一開始你如果這個有一個比較高的q值的時候 那你其實always會會sample這一個action來當成你做動作的 就是actor會永遠在這個state就會做這個action 那另外兩個action其實是從來不會被嘗試去做的 那也就是說他當一開始他選了一個action去做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action可能會有一些還ok的reward 然後他就會stick在這個action上面 但是有可能做了另外一個比如說action3 他有可能之後帶來的reward可能更高 比action2來的更好 可是當你一開始沒有機會去explore這樣子的可能性 那你其實就會被卡在這裡 那這樣子其實對你data的collection其實是不好的 也就是因為你根本沒有收集到可能其他的做 同一個state其他可能的action 所以你這樣在RL的訓練上面其實是不efficient的 因為你有很多action你其實都沒有嘗試過 你可能都一直在重複同樣的state跟action 所以說就會有exploration的algorithm來希望能夠鼓勵actor 去嘗試那些沒有看過的output的action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epson3的algorithm 那他的概念就是我平常大部分的情況下 比如說我這個epson是設一個很小的數值 如果說設0.05好了 所以呢我有0.95的幾率我都會做原本的這個action 那剩下0.05的幾率就是5%的幾率就會原本的選一個action來做 所以我其實是有5%的幾率是會隨機選擇一個我之前可能沒看過的action 所以這樣子我就有可能從這一些隨機action裡面得到一個可能是比較好的pass 那這個epson這個數值其實呢會在learning的過程中漸漸變小 為什麼呢因為一開始我們是不是希望鼓勵他去explore比較多可能的不同 因為我一開始學的還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希望能夠多找一些pass出來 那當我越學越好的時候 那我就應該要比較高的幾率就是stick在我現在已經learning好的這個Q值上面 就是Q值estimate後A比較好的那一個action 那比較小的幾率去做一些random的選擇 就是你一開始有點像是你不太會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你就隨便亂玩 那隨便的做的這個動作的幾率其實是比較大的 那當然expiration的algorithm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這邊舉一個Botsmann sampling的例子 那這邊的做法就是我要決定做哪一個action的時候 我其實是根據一個幾率分布來做sample 那這個幾率分布是怎麼決定的呢 那這個幾率分布決定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我估計出來這個Q值 他當成我把它弄來變成是一個幾率的distribution 然後我用這個distribution去sample 所以就算是數值比較低的這一個Q對應的這個action 也有一些幾率可能會被sample到 所以呢比較高的那一個value比較高的那一個action 他被sample到幾率是比較高的 那也就跟我們原本的這一個有點像 所以呢在我們訓練過程中我們希望能夠鼓勵actor去嘗試一些 之前沒有做過的action那希望能夠找出更好的那些path 來輔助我們的learning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在這個過程中 實際上的動作就是拍是不是會跟我們就是拍就是我們的policy嘛 就會跟我們的環境做互動 所以呢在互動過程中我們就會把這個互動之後的這個experience 放進我的buffer裡面 那這個buffer我們前面講過的之後就叫做experience replay 所以他們叫它replay buffer 所以呢這個資訊呢就會把我們放進現在這個buffer裡面 那我們這一個experience在這個buffer裡面 所有的experience就有可能是從不同的拍來的 因為這有可能很大嘛 所以你sample出來去learn以後你跟進了你的policy 你之後還會再繼續互動然後繼續互動會得到新的experience 我們會再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個buffer裡面可能包含了前面的experience 跟之後比較更新後的policy得到的experience 可能是從不同的policy來的 就是從不同的拍來的 那這個buffer它的size是一個固定的size 所以呢當這個buffer滿了之後 我們就會把比較舊的那些experience給drop掉 那因為我們希望比較優先去看那些比較新的experience 那在learning的過程中 我們在每一個iteration 我們就會從這個replay buffer裡面sample出一個batch 那這個batch裡面就會包含了 許多的st到st加1之間的experience 就是st at reward跟st加1 然後用它來當成是我們的learning target 就是learning the sample 然後去update我們的q function 然後預計希望s對應的這個q值跟st加1對應的q值 相減之後會等於rt 那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叫做of policy的做法 那我們之後會再詳細的講什麼叫做of policy跟on policy 那這邊快速的提一下of policy的意思就是你正在學的過程 你其實是看了你是看著別人來進行學習的 而不是你自己實際上在做然後邊學 所以你其實是看了你之後之前 比如說你看別人下棋 然後你當成第三個在看別人下棋 然後以此做學習 那如果是on policy就有點像是你邊玩 你邊下棋然後你邊學習 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當說到我們的target就是我們的目標 是不是一個估計出來的值 所以當我們這個function在更新的過程中 我們的target也是一直在移動的 那其實會造成非常的不穩定嘛 就是如果你發現它現在在右邊 然後我要往右邊走 然後當我往右邊走的時候 它突然往左移了一點點 那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這樣子會非常不穩定 那概念上來講就是我們現在這個function q function的output 我們希望它能夠符合這個跟這個的差值 越小越好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target嘛 就是td它的objective 那意思就是說當我們在估計 這一個q function改變的時候 我們target這個function 這邊這個數值會改變 那這樣target一直震盪的情況下 我們就變得非常難學 所以呢 想法就是我們要讓這個資訊是freeze的 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 那這個東西如果是freeze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的方向在右邊 所以我們就會往右邊這樣學 那下來給terration 我們更新過後的這個q 會得到一個新的q prompt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target也更新成q prompt 所以基本上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 這邊有一個你有注意到這邊的這個action 就是剛剛說的這邊 就是我們要代入這個pi 然後放進這個state 我們做的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這個policy所決定 given現在這個state 會做的那一個action 就是由pi來決定 所以說實際上我們就會有兩個perimeter 一個叫做w-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的這個minus是要固定的 所以我們在learning的過程中 這個是我們learning的target 所以我們的learningtarget中 這邊的這一個w- 這邊這個要fix住 然後我們learn這個的時候 就只有這個在變動 這個不會變 然後到下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我們再讓w-等於我們現在更新後的w 所以我們每一個階段 我們learning的過程 這個target都不會震盪 我們就比較明顯的那個目標 可以去去learn 所以這個叫做fix target 那剛剛說的 當我們更新後我們的w 我們就會再把舊的這個w- 用我們新的w去做更新 然後下一個iteration 我們還是讓它固定 freeze在那邊 然後我們再去往那邊去前進 那第三個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要知道這reward跟value 這range 然後讓我們的學習過程會比較容易 那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可以做clip 比如說我們可以讓我們的reward 其實是分布 它是在-1跟正1之間 所以它都是在這個裡面做調整 然後這樣子我們的range比較固定 然後我們也比較好學 那避免我們的q value 產生太大值 比如說如果是100跟1000 這樣不是非常難學嗎 所以我們都把它clip到 負比到正1之間 那這樣子也可以讓這個規定 比較容易被我們控制 然後可以比較容易去做 那剛剛講完了三個 比較重要的技巧 那這邊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 classical的q learning algorithm 是怎麼做的 複習一下 一開始我們就先把q function initialize 那因為我們要用fix target嘛 所以我們target q function 那我們會用q have來表示 那這個q have 一開始它就等於是我們的q function 那現在就是有兩組參數 所以在每一個epixel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對於每一個t dt一個時間點的 我們givendt一個時間點的state st 那我們會在裡面選擇一個action 這個action就是 背上現在這個q function來的 所以呢 q function裡面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fix on greedy 就是有0.95的機率是選擇 目前value最大的那個action來做 或者是0.05的機率去選擇 randon選擇其中一個action 好 接著我們是不是做了這個action以後 我們就會得到對應的reward 那這個rewardRt 他得到這個reward之後 我們st做actionat之後 我們會進入新的statest加1 好 所以呢 這邊就有一組experience st到st加1之間的experience 我們把它放進buffer裡面 那當然我們之後呢 放進去之後 我們實際上在做learning的過程 我們其實是把buffer裡面的任意 一個experience sample出來 那這個sample的量 其實usually是一個batch ok 所以呢我們就從裡面 這個人不一定會等於t喔 這邊就是si跟si加1之間的experience 於是我們就用這個東西來更新我們q function的參數 那目的是要讓我們si跟ai對應出來的這個q function的value 會接近si加1跟ai加1對應出來的這個q function的值 以及加上這個reward 那現在這邊的這個a就是可以讓這個q值最大的這個a 那我們會在多個step之後 就是假設說這邊可以設成1或者是大c 就是多個step之後我們就會reset我們的這個target的q function 就是因為這邊其實是我們要learning的這個target 然後我們希望它freeze住讓我們知道q要怎麼做update 那我們這一個resetq q head的這個數值是可以多個step之後再重新reset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q值可以update多次之後 比如說update五次之後 然後我再去更新原本那個target fix target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一個step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會每一個t都會一種類推 iterative進行 那每一個epsel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好 那這樣這個例子就是arcterget嘛 那arcterget裡面一樣我們看到這個state 做這個動作這個action 然後我們要maximize這一個reward期望值 所以剛剛之前我們提到第一篇dipmind 在nature上面發的paper 就是用dqn來打arctarygame 那它的目標是不是就是要學這個q function 那在這邊它就是用了fix target 所以你看到這邊是w- 然後它的input就是它的state 其實它包含了四個frame 因為我要知道每一個時間點 它之前比如說球是從哪邊飛過來的 所以我不能只看現在這個畫面 我要看這個影像上面的四個frame 那它會把這四個畫面 這個四個frame的real pixel都疊在一起 就當成是我們的input的state 所以givenstate然後我們要看 我們可以做的這個遊戲裡面 它可以做的動作 所以它包含了搖桿的控制上下左右 跟你有一些按鍵可以按 那reward就是你每一個state的reward step的reward就是第七個時間點 你這個分數的改變 所以你最終是不是要maximize total reward 也就是總分嘛 就是加總起來的分數 那因為我們當然可以只有在最後得到這個reward 但這樣reward會非常sparse 其實非常難 比較不好學 那比較簡單就是我希望中間就會出現一些 分數上升代表你現在可能已經殺死一個人了 那中間上升你這邊就有一個feedback 然後可以及時回饋給你中間現在前面的那些action 好那它的network就長這樣 這邊就是一開始進來的四個frame 它stack之後的那個input 那就是state 然後我們最後經過了convolution 然後fully connected 然後最後要output的對象就是這邊的這個q given action 因為這邊action是discrete action 所以最後如果有十個action這邊就是一個十圍的factor 然後每一圍就代表對應的那個action它的q值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當時的結果 就是這篇paper 那當時結果這邊有非常多atari games 那它這邊有用一條線把它分隔開來 也就是說左半邊當時它的這個dqn 它的performance是贏過human的performance的 好所以你看比如說這邊我舉一個例子 這邊這是一個叫做faxing的atari game 那它是在這邊列在第二個 第二名 它這邊的這個數值 現在自己就是它比human的performance還高 這麼多就是1700多percent 那這一個遊戲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還算蠻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出現的面前就打它 然後你就得到 有打中你就會得到分數嘛 如果沒有防衛好的話 所以呢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其實是比較容易去abovehuman的performance 那如果是右邊的這一種 右邊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目前都是比human performance來的 來的差的 那其中有一個叫做 這個有點像是小精靈的 那這個就比較難嘛 因為你同時要吃星星 然後你同時要被 想辦法不要被這個東西吃掉 所以這個情境這個遊戲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可能沒有辦法用一個簡單的dqn就學得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遊戲有不同的難度 那當然同樣的一個方法 可能不一定在不同的遊戲上面 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你可能要考慮這個遊戲它的特徵 那要怎麼樣用一些更好的方式 讓這種比較困難的遊戲 也可以用machine AI打得很好 最後我們在value-based的rl這邊做一個結論 所以rl其實就是一個dqn的frontwork嘛 那它的互動過程其實基於agent跟environment 彼此之間的interaction 那這種value-basedrl其實它就是在major 對於每一個state 然後做這個action之後 它可以得到多少的value 所以value越高代表現在這個state 做這個action之後 預計未來可以得到比較高的reward 所以它其實就是在學一個critic 去major你現在這個state跟action的組合 到底好不好 所以通常會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monte carol 那它其實就是given整條pass之後 真的complete的這個epsel 然後去算它的平均 empirical的平均值得到的這reward的總和 然後去估計這個state它的value 那如果是td的話 就是我其實是根據st對應的這個q值 跟st加e對應的這個q值之間的差 用這個rt加e來當成我的target 來major它們之間的關機 所以呢td其實是沒有看到整個epsel 其實是只要incompleteepsel 它就可以拿了部分的資訊來做optimize 不過這邊其實它假設這裡每一個state 其實是符合market property 也就是說我們在決定st加e的時候 我們其實只要根據st 我們就可以得到所有history的information了 所以我們在預測它們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我只需要看它們這兩個之間 彼此的transition資訊就好 所以呢它其實假設是比較多的 不過它在learning上面也比較有效率 因為它不需要整個epsel全部跑過 然後就可以有target 然後就可以做估計 然後就可以搞定了 然後就可以做到這幾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這樣做到這幾個東西 再給我們一份東西 然後就可以做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做到這幾個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